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為本港樓市帶來小減辣驚喜 僑減108萬以下首置印花稅 有利樓市 雖然近期愈來愈多聯儲局成員指出通脹頑強 稍後加息有可能有一次加0.5厘 但長遠去看 該段時間加息只是短暫性 長線去看樓市依然理想 政府因時制宜 為去年疲弱的物業市場以減印花稅來振興 不者表示歡迎 未來私樓供應龐大 加上美國加息步伐未明朗 相信有關物業印花稅的調減 難令樓價升 根據中原研究部資料統計 2022年300萬以下一二手私人 住宅登記2359宗 僅佔整體私人住宅登記5.6% 同年千萬以下一二手私人住宅登記33,350宗 佔整體登記79.3% 本年度財案將物業印花稅稅皆擴闊 同時調低樓相關印花稅率 調低幅度由1.3%至99.8%不等 108萬以下物業成交為市場主流 以去年為例佔近八成 包攬樓上車盤以至中型換樓單位 屬基本民生置業市場 相信有助帶動整體物業成交 寬減印花稅金額指示數萬元 屬小減辣 但象徵意義重大 以往港府防策 以額益需求為主 多年來只有加辣小件減辣 面對去年疫情年 物業成交量創新低 私樓樓價更陸得於15%跌幅 港府今次願意稍為樓市鬆綁 證明亦意識到物業市場乃香港其中重要經濟命脈 現時香港營正處於初期復甦階段 相信小減辣未必會大幅度增加物業成交量 此寬減可為今年樓價升幅增添1%至2% 成交量增20% 政府沒有將額外印花稅等幾項辣招收改 但進行小減辣已是值得歡迎 有助港流氣氛 物業投資者如果將目光放遠一點 就會發現樓市正有好消息來臨 近期美國通脹還強是短暫問題 部分聯儲成員更表明3、5及6月其中一次加息 或許由0.25厘提高至0.5厘 但相信過了0.5厘的一次加息 加幅又會回復加0.2.5厘 加息周期可能快將完結 長線美息中要回落 通脹及經濟升跌是有循環周期的 現時美國經濟數據參差 難以承受長期高息 投資市場定律是 現在的加息是未來的減息作準備 投資必有風險 投資者只要量力而為 就可以小心使得萬年船